R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全面屏毫无疑问是近年来手机权炒了追火的概念 厂商们对于屏占比的追求也愈演愈烈 早在2014年8月就有首款采用全面屏设计的下部Akers Crystal发布 而2016年小米Max手机的推出还意味着全面屏手机成为主流 从此以后屏占比开始成为各大厂商的宣传重点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全面屏手机在过去的一年里都经历了什么样的进化 首先登场的是刘海瓶 继出大iPhone之后 iPhone X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世界 它让大众接受了一行全面屏 2018年刘海瓶手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几乎大部分手机厂商都发布自家的刘海瓶手机 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并不适应刘海瓶 但不可否认刘海瓶的出现象征着智能手机真实迈入全面屏时代 紧接的就是水滴屏 代表作用OPPO R17、Hawai M20等 水滴屏又称美人间珍珠屏 它是在刘海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只保留了前置摄像头 其他传感器进一步压缩 在工艺难度上更大 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屏还是差了一步 第三则是滑盖屏 既然无法继续压缩空间 干脆就让前置摄像头消失 或是VivoOPPO的升降式摄像头 或是小米MIX3、荣耀MAG2等的滑盖设计 将前置镜头、传感器等通过机械结构的方式隐藏 这种真全面屏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带来的使用寿命和机会问题也带来了新的顾虑 第四是最近很好的双屏设计 代表作Nubia X和VivoNet双屏版 双屏手机是目前最激进的设计 将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和2为1 打破了我们对智能手机的固有印象 目前看来大家还不是很适应双屏手机的操作方式 最后则是打孔屏设计 代表作三星Galaxy A8s和华为NOVA4 在2018年最后一个月 三星和华为带来这种新奇的设计 就在三星发布Galaxy A8s黑桶全面屏不久 华为也发布了旗下首款极点全面屏 NOVA4 三星由于采用了通孔方案 孔径较大 华为NOVA4的满孔方案 看起来则美观了不少 在厂商不断改进工艺 追求全面屏的这条道路上 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取舍和妥协 在目前已有的方案里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遗憾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或许在未来几年 我们就能看到完美的方案 就知道是不是国内厂商首发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